好了,各位朋友,我現在正在飛機巷 現在是11點... 11點零幾分 有點看不太到 因為這次買了手機夾的上緣 比較粗壯 它會稍微蓋住螢幕上方一點點的部分 所以就會有點看不太到 不過不成困擾 因為我要看的是螢幕本身 就是中下部分 上面一點點就算了 好啦,廢話也講太多 那目前呢,我呢 今天週四嘛 也就是週間燙獎的最後一天 我昨天已經拿到了第一標 我今天打算衝第二標 昨天有多跑一趟,所以今天只要衝14趟 拿第二標就拿到了 我有一個雄心壯志 我打算希望啦 不能講打算 我希望 希望在午餐 午餐就把這14趟全部跑掉 所以那麼今天就 今天的作戰計畫非常簡單 全部衝 全部衝什麼 兩公里內的這個 這個 這個單 這樣 所以超過兩公里單 我就鋸掉 這樣 我先這樣試試看 看看有沒有辦法 要是鋸掉 鋸一鋸 結果這個 這個 Uber Eats工會不再給我單 那我就也只能認了 這樣 好啦,廢話不多說了 我先上線 上線 好,上線啦 現在要往這個 麥當勞方向前進 好 Uber Eats工會對我實在太好了 我才剛轉進 就過了紅綠燈 進了冰江路之後 不是冰江 這個是什麼 冰江市場旁 這個Uber Eats工會 馬上丟了一單 1.6公里的單給我 爽歪歪 好啦 我要去這個 取山啦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巴德路二段 這邊 今天呢 無縫 瘋狂無縫 然後 無縫到我還可以鋸兩單 因為這兩單 都超過三公里了 那我就直接鋸掉啦 那目前身上還有兩單 要往這個 復興北路方向走 這樣 趕快把它去送掉這樣 啊 目前已經送了 我看一下 八趟 加身上兩單 總共是十趟 那當然是希望 今天 中午能夠再拿四 這個 就是 把這十四趟 真的順利把它刨掉 這樣 所以我會盡快 盡快處理 齊快一點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復興北路 有個民權動物交叉口 送掉了 手中最後一單 這樣子 那我到現在 系統顯示我跑十趟 齁這樣 齁 不過有點怪怪的 嘿嘿嘿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系統顯示我跑十趟齁 齁 有啦有啦 正常的正常的 我剛才還是顯示十趟而已 我想說奇怪 怎麼系統吃掉我一趟 結果原來系統還在爽 哈哈 那我接下來還要再跑四趟 齁 再跑四趟我就 可以滾蛋了 齁 希望這個 烏布衛士公會 趕快再丟個四單給我 啊 我在這個熱門區 拜託拜託 啊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這個 富北明泉東這邊齁 那目前是12點46分 我跑了十趟 那其實我還差四趟 才能夠拿到第二標的這個燙獎 還差四趟這樣 啊 我本來是要衝啊 齁 就是在那邊在等 在等四趟 看看能不能等到這樣 然後突然想到我兩點有事 嘿嘿嘿 其實我得下線回家 所以我就決定 先下線吧 好 剩下的四趟就晚上再說 晚上再說 好啦 那我要趕快回家了 兩點有事 我居然忘記 我居然忘記 好了太爽了 OK 好的各位朋友 目前人在這個重慶 不是 不是重慶 是純德路三段 今天呢 想要跑這個北溪 老地方 之前的老地方 那為什麼今天想要跑這邊呢 因為今天晚上呢 只需要跑四趟 就拿到這個第二標的燙獎 嘿嘿嘿 那既然只要跑四趟 當然是來這邊玩啦 因為這邊我還是比較熟悉 知道到哪邊等單 比較多單這樣 現在是4點49分 這樣 因為我剛跑去弄一下腳踏車 我到我們那個士林的馬修單車 去弄一下腳踏車 因為我這個前後輪的這個煞車 開始滑滑的 有點煞不住啦 就處理一下 好 好 那麼現在我已經上線了 正在找行程 那就欠四趟 就欠四趟 先四趟一跑完 就回家 不囉嗦 這樣我只想拿到第二標 第二標達到就好了 就 就不要太 不要太貪心 免得第三標拿不到 OK 好了各位朋友 我剛把我手中的第一單 把他送掉啦 剛才錄影完畢之後 馬上就接到第一單 這個 全聯 大同大龍店 老地方 老朋友 這單很近 一公里而已 因為我就是要充當獎 這個 像 這個一公里我當然就接了 那現在還是三單 還有三單 一定很快就搞定的啦 早早搞定 早點就 就是回家 因為我認為今天 應該晚上也是會有下雨的可能性 因為現在有在飄小雨 一點點一點點沒有很多 然後呢就是飄一下停一下飄一下停一下這樣 說老實話呢 下雨單會很多 但是呢我今天就是只剩三 就是現在只剩三單 我就不缺單啦 然後我又不想把那個第三標把它衝出來 第三標衝出來 我覺得太硬了 所以我就 就是衝完第二標就好了 就輕輕鬆鬆 不要太緊張 好 我決定來去那個 前面 全家 那個佳樂福 不是全家福 嘿嘿嘿 佳樂福 那邊看一下 那邊晃個一兩分鐘 沒單 再走人 唉唷 各位朋友好恐怖喔 我才剛剛 剛剛才停下來 這個佳樂福方便 馬上就 系統丟單給我 送三重啊 各位朋友 三重 那我當然是巨單喔 開玩笑 我才不要去咧 看來目前 佳樂福這邊 應該是 沒有什麼 漂亮的 短單 這樣子 所以我決定 再慢慢的往前走 這樣子 好 我來從這邊過去 好 轉型騎車 轉型騎車 呃 各位朋友這台車好可愛喔 三輪的 應該是 這應該是電車吧 應該是 超可愛的一台車 唉唷我怎麼跑到這邊 啊 沒關係啦 我為了要拍這台 可愛的這個粉紅色三輪車 啊 我又彎了回來 那既然這樣 那我就到旁邊的這個 寧夏夜市 碰碰運氣 好 聽說這間很有名啊 這間是老店齁 啊 我有個朋友 因為他從小住在這邊 他說那間是老店 小時候都吃這個長大的 哈哈哈哈 我還沒有吃過 廢話不多說 慢慢往前走 啊 要是寧夏夜市 現在應該不會有單 好啦 那我決定直接去金站 好啦各位朋友 我還剩一趟 就可以拿到這個 趟獎啦 啊 我現在在西門町 不過我現在是要慢慢 離開西門町 因為剛剛系統啦 啊 出車禍的 車禍的 好 哦 哦 哦 撞到撞到 哎呀 好 這個呢 基本上來說 大概就是 愛鑽啦 哎 有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那個騎慢一點 就過去啦 其實講錯了 騎慢一點 喔 就可以過去了 騎太快了 就撞到 好啦 其實喔 沒有事喔 在送餐的時候 都會碰到這種 都會看到有人出車禍 這樣 通常都是太快 太快 殺不住嘛 就 輕上去了 呵呵呵 騎慢一點 就不會晚七天回家 哎呀 不過 相信看我頻道的朋友 大家都是 這個 遵守速度 啊 時速限制的好朋友 呃 沒有啦 其實有的時候是這樣子啊 我是這樣想 齁 反正 那UberEase公會系統 它在派單 也就是這樣子派而已 你送再快 也沒有用 為什麼 系統覺得你可以了 它就會自動幫你停掉 嘿嘿嘿 你就怎麼樣都等不到單 所以送那麼快沒意義啦 安全最重要 好啦 廢話不多說 剛剛講到 其實我在西門町 我送掉手邊那一單之後呢 系統又丟了兩單給我 啊 我當然是不要送啊 因為呢 呵呵 要我去跑三重 哎呀 什麼東西啊 那 那我就 讓它一直想 想到它自動停掉 這樣 我沒有接 那我現在 我慢慢再往這個 這個 北西方面走這樣子 因為我希望能夠在那邊 再接到一單 然後就可以 送完就順順 就回市里 這樣 好 好啦各位朋友 我接到老地方好朋友 Subway的單 然後要往大同區送 我現在要去接單啦 取餐啦 好啦各位朋友 目前人在南京西路跟這個 在哪裡啊 沿平北路的交叉口 這邊 那我目前 也沒錯喔 我已經拿到燙獎了 所以我也下籤 呵呵 剛剛那個系統還一直丟單給我 然後我就一直去 我看 這樣子大概 我看一下我晚上去的幾單 1 2 3 4 5 哇 我晚上去的5單 其實都是禁單啦 後來都是禁單這樣 不過我就打算了 只想拿到第二標燙就算了 等到之後再來拚拚看 因為我覺得我今天晚上要拚出第三標15燙 可能會拚不太到 這樣就是說其實我電池也只有兩顆 要拚15燙我就覺得有點拚 所以我就覺得就跑到這樣就可以了 就不要貪心 等到我這個換了這個 我是有打算要換電量比較大的腳踏車 就是它的電量比較大 再來就是它的電機馬達 電機部分科技也是比較進步一點的 那我再來就是 要拋球一點 我是這樣打算啦 目前還沒辦法 我個人是這樣評估了 就是這幾天這樣子 那 不過其實我講老實話 之前晚上也不是沒有跑過 就是什麼15燙20燙 甚至超過30燙這樣 但我認為那個是運氣好 那個真的是運氣好 今天我覺得還是不要跟它賭啊 我怕我到時候就差那麼一燙或兩燙 然後我在那邊惡玩 然後在那邊惆悵 然後又會心裡不舒服 那我想想還是算 好啦 那我要回家了 明天繼續 各位朋友 我在回家的路上呢 經過蘭州街 意外發現一間 這個水餃店 萬家水餃店 有賣香菜水餃 各位朋友 香菜水餃 我超愛香菜的 我馬上煞停啊 然後就點了一份 然後就 這個 真的很開心的在等 我要點一份帶回家 也喜歡吃香菜水餃的朋友 可以來這邊 蘭州街126號 哇 很期待啊 哇 一份是5顆 那我就點了一份香菜水餃 加一份這個剝皮辣椒水餃 這樣子 好 大家要是有經過 可以來吃 它在長崎街旁邊的巷子裡面 靠近長崎街 長崎街跟蘭州街交叉口